北京时间7月2日22点进行的这场十榴剑八淘汰赛中 传统豪门巴西对2比0战胜实力不容小区的墨西哥 因为有了奥乔亚 故而墨西哥只支球队防守相当稳健 上半场比赛 这朱斯、内玛尔、库蒂尼奥的打门 都被奥乔亚一一拒绝 0比0的平局 到了下半场第50分钟打破 而且这个进球并不容易 内玛尔在进区谷顶处拿球策动进攻 用脚后跟传球给威廉 后者先领神会 打手会下 然后起脚横传门前 此时这朱斯和内玛尔形成了双轨开门 内玛尔产射将球打将 1比0 巴西终于攻破了奥乔亚的十指光 而此球竟然还是内玛尔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首个锦球 最后的比赛就变得顺畅 气不登场的菲尔米露接到内玛尔传球后 将球打进往窝 2比0的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 作为巴西队的三家球星 内玛尔自然少不了对手的凶狠犯规 即使这样 内玛尔一又交出了一传一伤的完美表现 再后 内玛尔也当选了本场比赛的全场最佳 刚刚庆祝完毕的内玛尔光致上升接受了采访 发言中 内玛尔谈到 对手方会不错 好在球队知道如何去应对逆境 这是巴西队本场比赛的收获 此外 内玛尔对球队的阵型感到非常满意 他想到五门攻守平衡 有很好的后卫 作为前锋 我的职责就是剑球 要对得起后防的伙计们 三三后一直不住兴奋 异于眼表 而且巴西队的目标 似乎已经到了志在必得的地步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报文TGnews.xy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